現在要把球交給71號 中職的投手來了 來自於樂天桃園的莊馨宴 要接替林振偉的投球 先走了一個變化球 吼 掉到了齁 應該是紙插球 紙插球能夠丟在這個角度的話 就會發揮他最好的作用 這邊來了 應該是草總上升了 紙插球喔 很重要 因為如果讓日本隊的第一位打者上來 這是滑球啦 不好意思 我先打點兩下 但是你讓第一位打者 能夠不要讓他上來的話 這心情上面一定會比較篤定 當然當然 這一定的齁 一好一壞 再來一個變化球 決定在內側來決勝負 沒問題啦 1-4-6 三陣出局 莊馨宴真的是腎上腺素全力噴發喔 是 連續的兩次多三陣 外側一點點 你看他的尾巾喔 你看他是跑到外側的喔 掉到齁 絕對領先 這個半局 這個半局 莊馨宴用了18顆球 演出了strikeout賽 連續三次的多三陣 讚啊 中心念今天在變化球的運用上面也還不錯 沒錯 投得很好喔 這個 對 他不管是縱向的快速的變化球 或是這種比較慢的大幅度的曲球 他位置都控制得很好 再來一個好球 再來一個好球 再來一個變化球 今天中心的上台是連標四次的多三陣喔 對沒錯 這個 讚啦讚啦 這個 對 今天在滑球 曲球 還有直插球的運用上面 就會讓日本隊比較頭痛 是 延展 跨局連續的五次多三陣 好 兩好一塊 走在外側 三陣出局 六連斬啊 哇 今天莊馨宴的控球 實在是出神入化 絕對沒有在吹他喔 對 這個是比較外側進來一個變化球 對 進來的角度掌握得很好 張翔接到之後就很篤定知道 K沒問題 是